好 持續來關心春節前戲總統參魂 今天是到新竹地區訓勉部隊 並且了解第一批一年期的 義務義男入營之後的情況 現場是到陸生進行近戰格鬥 以及手榴彈的投擲訓練 總統是用大拇指比了讚 表示肯定 也要求國防部要落實訓練課程執行 並且滾動檢討 確保訓練品質以及成效 下聲喊得大聲 口令一下迅速握唇擺出格鬥姿勢 從衝拳冠拳到超拳 以腳為軸帶動腰部猛力一揮 帶出速度跟力量 每個動作都必須一步到位 立即拳法有效強化 單兵基礎格鬥戰力 近戰格鬥當然也少不了 請拿數 步驟一切呵成 快速反制敵人 因應實際作戰需求 今年一年起義務義入武訓練 納入近戰格鬥課程 練就制敵戰技也提升 自我防衛能力 而護身倒法則是類似格鬥當中的 摔落地面 減緩衝擊力道 遭受攻擊時能保護自己 保存作戰能量 實戰的戰鬥基礎技能當中 投擲手榴彈也是相當重要的項目之一 一花步帶交叉步伐 助跑前進再轉換為投擲部 由下而上將全身力量奮力投出手榴彈 總統猜文首度到陸軍兩棟六旅 新竹梨頭山營區了解訓練過程 通報滿意嗎 對訓練成果大大比了讚 表示肯定 總統也到五四兩旅市倒地空聯合 戰備操演 由於五四兩旅聯兵營去年曾經到 美軍太平洋多國聯合戰備訓練中心 接受訓測 因此操演 向蔡總統展示訓練成效意味濃厚 我也期許各位弟兄姊妹 持續情緒經驗 也精進自我 我要請國防部落實各項訓練課程的執行 並且滾動的檢討 確保訓練的品質和成效 春節前世訓練官兵 期許培養實戰 所需的能力奠定更多戰鬥基礎 記者 下面下一次新竹報導